台北市长郝龙斌宣布 要调涨市府临时雇员的时薪到133元 而现在台中市也要跟进同步调涨 估计台中市有3400多位的临时雇员可以收回 头发有些花白的梁女士是秘书室的助理人员 也就是时薪制的临时雇员 平常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收发公文和送件 一个月指令19000多 换算时薪平均只有115元 现在台中市政府要把时薪调到133元 她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很开心啊 因为家里头我有两个女儿嘛 那小朋友都要读大学研究所啊 现在物价都一直幅度很大 那我们的薪水一直都跟不上啊 但是为了养家户口你还是得做啊 另一位在会计单位工作的雇员徐小姐 工作内容是比较复杂的会计账务处理 薪水高一点 一个月也只多了2000多 但是工作常常要加班 一个月2万1 生活只能勉强打平 差不多9个小时 那你家一个月给大家领多少 2万1000多 我觉得够不够啊 如果省一点用的话是够的 台中市政府的临时雇员人数 总共有3437人 市长胡志强表示 长期以来薪资偏低 合理调整是应该的 我们不是盲目加薪 而是给一个合理的报酬 调到133 那这个部分呢 有大概有15%的调整啊 我想这一时薪的同仁来讲 也是一个鼓励 调新后台中市政府临时雇员 平均月薪将达到 22639元 调付15% 市政府也保证 不会出现财政排挤效应 听到薪水调高 雇员们很开心 有的人说 他们不敢奢望 同工同酬的一天 只希望能在 物价一直攀升的时代 工作付出 能得到更合理的报酬 记者王秋莱视杰 台中报导